在新疆 有这样一条鲜为人质的天山公路 它因上个世纪60年代为备战备荒 防止苏修袭击而建 也因和平年代的祥和而被人遗忘 这是一条废弃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防公路 新疆S101省道 我现在能从石河子开车出发 去啃斯瓦特水库 主要就是为了走101省道 据说另一段风景特别漂亮 这路上面都是一排排墓地 应该是墓地区 这条101省道的风光真的挺好的 而且这边路况还可以 车也不多 能够看到这个路两边有很多民居 就是放墓的 这条公路起点在乌鲁木齐市 是216国道西山龙牧场岔口 终点是八英根牧场 全长200多公里 这是一条景观齐绝的地理走廊 一条色彩绚烂的摄影之路 从绿树成荫到高山草场 再到丹霞地茅 给你足够的视觉震撼 有人说他绝对不输赌库 只是没有赌库网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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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资影 9月初,牧民开始转场 沿途能看到最原生态的风景和人文风情 这是你们家的牛吗 哇 这么多 太有钱了 太有钱了 对呀 这车不值钱 这个小牛族挺可爱的 这个有几百头吧 这是啥家庭呀 这么多牛 你好 这是你家的吗 都是 有一百头吗 这头牛真的是霸气 站在路中连不走 千万不要过来 一动不动 窥然不动 前方一百米景区入口 大叔赶着牛下山了 公共卫生间 你好 这里是厕所是吗 这是收费的地方 你要刷车坐坐 里面有刷坐 这是停车场是吧 是景区的 那景区在哪里啊 在景区玩的话 停的车怎么进去 可以开车进去 门票多少钱 一人二十八 就是比如说那我今天玩 我可以在里边露营吗 可以 里边有露营的地方 在景区场里面露不了 里面你也不敢露 里面有野兽 有野兽啊 就是那露营是在哪里呢 就这一片随便找个地方啊 哦 就这一片随便找一个草坪上 我扫车的地方 警察游泳 哦 行了 好了 谢谢 叔叔说里边有野兽 你也不敢在里边露营 刚到这个景区就开始下雨了 变天了 这边气温就比较凉爽 应该有点冷 我现在连外套都穿上了 然后这边停车的地方很多 现在没什么游客 这个停车场这边呢 那个工作人员说是晚上可以露营的 刚下完雨 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这是边下雨边出太阳 反正我今天也不走了 也不着急 现在去逛景区歇会儿 这个是我昨天买的葡萄 超级甜 特别甜 这个桃子买了三个 刚刚我已经吃了两个了 超甜 我应该多买一些 后悔买少了 好甜 特别甜 水分也很足 现在九月了 马上 真是新疆 瓜果成熟的季节 特别多水果 超甜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